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蛇瓜 隨性切成塊 外翠綠 內冷白 丟進鍋中快炒 大蒜爆炒釋出香氣 紅蘿蔔 辣椒來配色 開水接續入鍋 最後蓋上鍋蓋 透過水蒸氣將蛇瓜 慢慢燉熟 蛇瓜清香爽口帶點Q脆 富含水分纖維 口感神似豆角 簡單調味保留植物自然鮮甜 配上白飯卻又令人一口接一口 老闆葉維甫原本從事業務工作 提勤媽媽年紀越來越大了 決定回鄉 特別重視在地食材推廣 接手家中餐廳後 甚至把自家後院大造成開心農場 我回來之後就是我都會盡量就是就地取材 把我們中埔鄉的一些特產 拿來做料理這樣子 我們自己有菜園啊 有自己種那個農畜菜 地瓜葉 還有那個我們的蛇瓜 雞也都是自己養的 成澈苦茶油加進雞肉裡頭 中埔也是茶油大香 葉維甫選擇以苦茶油煸炒雞肉 而不是鹹炸後炒 就是為了讓苦茶油慢慢滲入雞肉 直到雞皮金黃焦脆才能起鍋 外皮帶有淡淡焦香 肉嫩卻帶有嚼勁 魚韻回蕩苦茶油香氣 還有鹽山豬肉鹹香夠味 法寶湯配料皆是中普特產 尤其山藥口感獨特如馬鼠Q軟 老闆媽媽研發的古早味肉捲 沾上特製醬料 外酥內軟肉汁香 是客人的必點料理 除了推廣在地 老闆更努力研發創意菜 即使得和媽媽磨合爭吵也在所不惜 跟媽媽的就是料理 就是口味上的溝通 還有菜色的部分 就是我想要創新 慢慢的她覺得我的料理是有創意的 然後她後來也是坦然的接受 油亮光澤包覆表面 三杯蚵仔罕吉正是她的得意之作 外嫌內甜無為何顛覆味蕾想像 葉未婦延續媽媽的口味 加進創意替首陸菜開展新滋味 三杯